好的,来到这个高度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直接的来剪针了啊 最初我们是7针,我们要给它剪去3针 最后让它剩4针啊 看 然后把这两针one two一起织啊 看,然后这针呢 单独直 这两个呢,还是一起织 最后那个呢,单独直 你看,现在呢,是5针啊 看到了吗 我们给它翻过来的时候呢 剪的时候 织反针的时候再给它剪去一针啊 然后在这个位置剪这两针 one two,这两针 好,最后一针呢,原样织好了就行了 好,现在呢,我们剩下这四针啊 一直往上直啊 现在是两针了啊 现在是两针了啊 这是四针的第三行 这是四针的第三行 再次翻过来 好,就来到了四针的第五行啊 就来到了四针的第五行啊 再织一行 再织一行就可以收针了啊 这是四针的第七行 也就是我们剪完针以后啊 形成四针以后 用给它织七行 然后再反面 我们就给它直接收针了啊 两针一起织 one two 给它支撑一针 然后再次给它套回到左针上来 再次合在一起 看到了吗 好,你看,现在呢,就完成了收针 这时候呢,我们要把这毛线啊 给它留长一点 留长一点啊 你看,大概是留六十五厘米 这么长 然后再给它剪断 剪断之后 注意了 要用我们的这个毛线缝针啊 用这个颜色吧 鲜艳一点 我们要用这个色彩来给它 要用这个毛线缝针来给它穿上 好了 穿上之后 双线啊 从这个位置直接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 把这个位置稍微整理一下啊 注意了 你看它自然就往里这样抠抠着 对不对 所以我们缝合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要给它把 织反针的一面呢 来作为表面 明白了吗 这时候我们把这两个部分啊 给它弄成双线的 然后来连接 来连接这两块啊 多余的线头可以放在里边啊 好 现在它就变成了一个 双线了啊 我们用双线来缝合它 之所以用双线就是为了让它变得非常的 结实啊 来到上面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缝的时候 就是稍微的小心一点啊 尽量的让它保持住这个 比其它的位置更棚大出来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我们只在表面缝没关系 因为即便是我们是在表面缝合的 也能够使它啊 形成现在 你看它现在变得很很立体哈 缝的时候也能够让它 好 这位置变得很饱满 现在就是把这个部分呢 按照一个球状来缝合 你看有这样的连接啊 缝的时候呢 不用过大力气的拉扯这个线啊 要让它形成这个球状 明白了吗 要让它上边呢变得很饱满 是一个球状的感觉啊 好 完成之后啊 所有的线段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的剪断了 好 事后呢 我们会把它啊 缝合在这个帽子的头的这个位置啊 最顶端的地方 如果有些位置不够稳固啊 还可以再用其他的细针和细线呢 再来缝一下 这个位置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觉得它这个位置啊 不是很明显的这个 有一个突然变细的这么一个感觉 我们也可以拿其他的颜色线 在这个位置呢 再给它多缝一下 让它这个特点呢 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啊 缝的时候要注意啊 我们这个位置呢 要稍微的往里捅一下 只有它底边这个基座这个位置 变得特别特别的厚实 看 啊 这样的话 缝在头顶上它才会很结实啊 千万不要细细的那样 明白了吗 啊 一定要给它往里边捅一下啊 你看 它大致的样子呢 就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呢 完成它的另外一个 这个小脚的部分啊 最后还要把脚再安排一下 看看放在哪边更适合 好 这个脚啊 事后我就不给大家完成另外一个了啊 它们两个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听到了吗 好 我们按着这个来就行了啊 另外我们现在呢 要来完成哪一部分呢 这个另外一个脚我事后呢 会自己完成啊 大家要完成两个啊 这样的小小的脚 好 我现在呢 要完成它的这个鼻孔的部分 这个小鹿的鼻孔啊 鼻孔呢 用的也是啊 这个颜色的边上 我们勾针的这个线 来完成的 大家和我一起啊 勾针来完成它 看 直接这样给它折一下 让它的小的线头啊 在表面 看到了吗 让线头在表面 长线呢 是在底下的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从这个位置 从底下这儿啊 把这个钩针从这儿拿过来 然后 让它来直接过来干嘛呢 勾这个长线 看到了吧 啊 从这个位置呢 把这个长线 勾过来 看 勾过来之后呢 你看 稍微的整理一下 就让它形成这个样子 啊 就是右边一个小线头啊 然后 我们就要给它 整理好之后 注意了 这个位置 是一会儿 我们老要进针的地方 明白了吗 好 我们现在呢 先来勾短 勾来勾这个小辫子针啊 勾三针 现在是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好 已经说了这个地方了啊 我们一会儿呢 会每次都从这儿进针的啊 注意了 保护住你的这个线头 不要让它跑到别的位置去 不要让它被勾进纹理里啊 看 用这种方式啊 我们给它完成 一针长针 这个呢 是小辫子针 我们不算啊 这一针才算是一针长针 这个是做数的 这是第一针 如果你们一看清 好了 我现在就慢慢的交给你 长针的勾法 绕长线 进入中间这个大孔洞当中来 勾出长线来 前两针和一针 后两针和一针 这样就形成一针 长针啊 看 明白了吗 这样就是一针长针 绕长线 进入孔洞 勾出长线来 前两针和一针 后两针和一针 继续了吗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完成的啊 下个视频 我还会给大家继续讲 如果勾的过程当中啊 它在这个位置会扩大 没关系 拉扯一下 看 它中间的孔洞就小了 所以这个线头起到 调节孔洞的作用 好 下一个视频 我会和大家一起 把这一部分完成啊